雷电风云花草木 东南西北虫鸟鱼 喜怒哀乐茶汤酒 川江河海日月星 汉字相声 冯一刚咬文嚼字 谷是山间狭长的夹道或者是水道 像是山谷河谷 可以引申为下降到最低点 像是股票跌到谷底 或者有困难的意思 像是进退维谷 诗经大雅其中一首名叫桑柔 相传是一名周朝的大夫写的 他指责周立王亲近小人实行暴政 在他当政的时候 不但是非颠倒民风败坏 还招来外敌 祸国殃民 在诗里他就感叹的说呀 树林里的鹿群 那么的友善 又那么的快乐 可是我却不能像他们一样 在我的朋友之间 大家不能够互相勉励向善 彼此还常常互相猜忌 人一有言 进退维谷 前后都无路可走了吗 我现在就是这样的处境啊 进退维谷 形容不能前进 也不能后退 已经无路可走了 老子 是春秋时代的楚国人 曾经担任周朝的首藏使 相当于现在的国家图书馆馆长 他主张无为的思想 后世的人 把他视为道家始祖 老子的思想 可以归结于道 道就是宇宙万物运作的规律 虽然道什么都没有做 可是却可以让宇宙万物生生不息 老子认为人们的行为 就应该遵守道 强调人心的自然 不应该过分的去干涉 而且应该消除战争 不奢侈浪费 回到质朴的生活与心境 他的著作《老子》 又叫做《道德经》 全书只有五千多字 但是内容很广 从养生到治国用兵 都有很精辟的论述 书里面老子就说道 古代一些有道之士 非常高深 寻常人很难理解 如果真的要勉强来描述的话 可以说他谨慎小心 像要度过冬天的河水 警觉戒备 像要防守四周的窥似 拘谨恭敬 像个宾客 和蔼可亲 像溶解的冰块 敦厚质 像还没有雕琢的素材 而且又心胸开阔的 像空旷的山谷 顿兮其弱仆 旷兮其弱谷 像这样的人 不会骄傲自满 所以才能够改进过去的缺点 不断进步 在另外一篇里面 老子又讨论了 修为不同层次的人 听到深奥的道理 会有不同的反应 修养最好的人 会去努力实践 修养普通的人 半信半疑 最不好的 则会笑他 根本不能算是道 因为道的呈现 往往出乎于常理之外 最高尚的道 反而像是山谷一样的低下 所以一般人听了 才会不容易体会 虚怀弱骨 就形容为人谦虚 能够接纳别人的意见 老子也推崇水 最具有代表性的 像是上善若水 水善利万物而不争 他认为做人就要像水一样 善于适应环境 不会过于刚强 最接近于道 水汇集而成江海 老子说 江海所以能为白骨王者 以其善下之 故能为白骨王 因为江海善于处于低下的位置 而所有的山谷里的河水 最后又会往低处去形成江海 所以他才能成为百川汇集的白骨王 汉字相声 由中华文化总会策划 与国立教育广播电台联合制作 谢谢收听 道別 4 9 1 3 2 7 7